我现在在干什么 现在在做健身 持庄周前的那一个月简直疯狂 工作不停 但体重得要降五公斤 多 我的体重是88公斤 要降到 suppose应该降到79公斤 所有的降体重科学的产品 全部在我身上用了 但是食物也是很重要 你们可以看看我的餐单 在前15天时间 从87公斤 降到了83.83公斤 亏得我做直播 如果我不做直播 哪知道这么多降体重的产品 而且是要健康的 现在就是到了83这个瓶颈了 所以最后20天奋起直追 要瘦到4公斤左右吧 是 现在是83.83公斤 还是不行了 一定要突破这个瓶颈 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但是新的食装周到来嘛 我总归会紧张的嘛 因为过往食装周已经很习惯了 8年时间 中间突然间断掉 你也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变化 准备衣服又跟好像回到了当初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两天带你们看我出发前的准备 我现在做如果能讲话就是有氧 如果我不能讲话就是无氧 所以我继续讲话 跑步的时候要能唱歌 在台上怎么跳都OK 之前的食装周会比较多去吃的 我的理念是work hard play harder 就是你的工作很努力 但玩要更加努力 如果说要减体重 没有特别多的方式 就是要做有氧做够 做气阶的时候尽量轻 因为我不是要长肌肉 我希望的是可以让身材变紧 像上发条一样 变紧 变紧 再变紧 在走秀的时候不至于被人说 老了老了老了 不能不能不能 很害怕这一点 容颜肌肤和肌肉线条都要保持好 这就是做超模最基本的要求 22.5 这就是白阶 那是白阶 而且最终的 确辑 从此 所以 是